大家好,這段影片會討論第三課,Percentages 這一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主要會討論一些概念 如果大家明白的話,將來做題目如何問你都會清楚 首先,這一課我會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討論一個Percentage 到底在形容什麼 第一部份是問你全部 又或者問你部份 又或者問你部份佔多少Percent 這一類的Percentage,我通常希望你可以Picture 想像到這個圖形 所謂的Percentage,例如我想一個餅 這個餅有多大份佔多少Percent 如果你Picture到這個,不可以問你全部 或是問你部份 基本上你都很容易計 這個餅有大有小,所以這個圓圈 你一定要知道整個餅有多大 我舉個實例,例如一個班裡有50人 我們就代表整個餅是50人 即是說整個班全部加起來有50人 在英文字裡面,我們會叫它做 whole 全部 OK,如果我知道全部 我又想知道一個部分 我就要說一下這個部分有多少Percent 例如說這50人裡面 我有20%是男生 如果你想像到這個圖像 你就要知道怎樣計算這個部分 OK,那這一部分 我只需要懂得計算兩條 主要就是 如果我知道全部 我要知道一個Percent 找一個部分 我們就會用成這個概念 去找一個部分 OK,那這個怎樣計算呢 所謂20Percent 就是永遠將20除100分 我要佔20分 或者如果你喜歡用少數 亦都沒有問題 這兩個意思是一樣的 那你應該計算到 答案呢 就是10個男生 OK,那另一種問法呢 就是如果我知道一個部分 有多少人 我要問你全部 那怎麼辦呢 例如我知道20Percent 我知道有10個人 那整班有多少人 其實實際上的概念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全班有多少人 我當它是X 的20Percent 就會等於10個人 這是整個數學的概念 不知道一樣東西 我就當它是X 然後列一條色 去找一個關係出來 但是平時教你 其實我知道部分 找回全部我們就用除 那你要知道為什麼是除呢 我現在的概念是因為我要找一個未知數X 那我其實正在做的事情是這個 因為方程式乘 扔過去變成除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這個概念 那你其實基本上不用選X 那你就說 全班人 就會是10除20Percent 所以是這樣來的 知道部分 找全部我們用除 而第三種問法 就是如果我又知道全部 又知道部分 那我問你有多少Percent 那這個也很簡單 例如50人 這裡有10個人 那你佔幾大份 那這個我想不講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10除50那麼大份 那通常你都會寫這個 叫做乘100Percent 那這個步驟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化作多少Percent 就是用來化作100分 佔多少分 那這條你計完 就是50和100約 那Percent一定要留在這裡 那就是20Percent OK 第一種 第一個區域 主要是三種問法 那明白全部部分和佔多少Percent 的關係 你就什麼題目都做到 OK 而最後一種 第一個區域 再問一種比較複雜一點的問題 那有些時候 它不是那麼簡單 例如說 都是一個餅 那跟著呢 Eric 就分糖 分了30%的糖 那之後呢 Carmen 就分了20%糖 那現在呢 就說Eric 原來分了 比Carmen 就多多少呢 就多10顆這麼多糖 OK 那我們怎樣才知道 到底實際上 整個餅 有問你整個餅有多少顆糖呢 都是那個概念 如果你一開始覺得很複雜 不知道怎麼辦 就算的 我們永遠 心裡面 let x b 全部 那你就可以做到 為什麼let x 因為我如果有x 我可以x乘30% 就是Eric那麼多糖 x乘20% 就是Carmen那麼多糖 OK 那我們的列式呢 就是30%和20%比 怎樣比呢 多於10顆 那就減它等於10 給它多10顆 大減小等於10 OK 如果你是有這個概念的時候 有時候聰明一點的同學 其實就可能可以一步去想到這個關係 就是30%減20% 就是多了它幾多份 100份佔30份 100份佔20份 多它10份 OK 那這10份 對應就是多它10顆 所以如果你是可以直接寫的 都可以這樣 10除以 30%減20% 就是10除以10% 那這些 如果覺得很難計算的 那我不妨去寫多一些步驟 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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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寫多幾個步驟不要緊 總之你算到答案就可以了 OK 所以 這個概念就是 其實找全部 通常是想X是全部 但如果你聰明一點 可以跳了這步 就直接用除 就可以得到全部 OK 那第二部分 這個叫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就跟percentage change 是有膜帶的關係 就是 那percentage change 主要只有兩種可能性 就是多了 也就是少了 通常用的字眼 就有這些 現在是用英文的 這些就不關於鎖匙 我們要懂這些字 increase 就是多了 decrease 就是少了 有時候 他可能會用一些其他字眼 舉例 例如reduce 暫時看見這類的字眼 你考了英文 也是少了 如果問percentage change 就是一個本身的數值 以及一個新的數值 的比較 多了幾大分 就是percentage change 主要有兩類的問題 一是我已經知道數值 問你change 多少% 有機會就是我知道的% 去問你的數值 第一種 就是知道數值 問你change 多少% 舉例 例如eric去年 150cm高 今年 165cm高 首先 你應該知道 今次是percentage increase 不是decrease 因為是多了 永遠 我們就說 原本這個 叫做original 的 OK 這一類 聽著 我不會再特意提醒你 它有兩種問法 一是 percentage change 就是問你轉變了多少 一個轉變 就有機會多了 有機會少了 而第二種問法 就可能問你percentage increase 即是代表我已經知道 它是多了 我問你多了多少 這兩個問法 計算上幾乎都一樣 但答法 如果你不小心 可以一分都拿不到 percentage change 很簡單 就是多了多少 多了多少就是 165減150 就是多了多少 記得 percentage change 是說 和原本的比較 即是原本才是餅 多了那部分 佔原本的餅幾大分 那就叫做原本的餅 就over了150 就成為100% 所以是說 多了一個部分 佔原本的餅幾大分 你會發覺 和剛才第一部分 的概念差不多 只不過今次 percentage change 是說多了一個部分 佔原本的餅幾大分 成員 計算答案就是10% 就不對 因為percentage change 這個比較特別 你一定要記一記 因為percentage change 有機會正有機會負 所以數學上 考試等要求 都要你寫這個 正10% 即是表明 原本是多了10% OK 如果另一種問法 叫做percentage increase 即是我已經知道 它是多了 我們就計算上 基本上一樣 記得我平日的presentation 是這樣寫的 percentage increase percentage increase 等於 percentage incre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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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上 完全一樣 不過今次 要不要寫正 就不用特別寫正 因為 已經知道 它是多了10% OK 第二個題目 就 類似 不過今次 就要更加小心 就是問你 一個小了 那怎麼辦 例如我原本是一個肥仔 就80kg 這麼重 而今年 我就變成了64kg OK 那 今次又怎樣問呢 都是兩種問法 第一種 叫做percentage change 第二種 叫做percentage decrease 那 今次percentage change 你就要留意 因為改變 可以多了 可以少了 今次明顯是少了 那 改變的計算法 就是 不要管大小 總之 新的減舊 就是轉變 所以今次如果是少了 你不用怕 真的細減大 再除大 就是這個位置 最不舒服 但是你要記住 Change還是新減舊 所以細減大 也沒問題 那你最後計算出來的答案 是負數才正常 就是負數 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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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這次Change 真的有負數 但為什麼我叫你留意 因為如果他問你Decrease 我就試一下 寫錯的示範 不要記錯的東西 如果我問你Decrease 你一樣是這樣計算的話 等於負20% 那怎麼辦呢 這樣會得到零份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正常的人 正常會告訴你 我少了負10元 很白癡 那麼白癡 我們不會這麼說 少了就是少了20% 不會少了負20% 所以說法的問題 基於這個說法的問題 答案一定要正數 因為少了一個正數 少了正20% 既然是這樣 如果問你Decrease 我們就大減小 這個你要好留心 明明它真的少了 但是答案一樣是20% 因為我說少了20% 明白嗎 你都答不到 第二種 就是如果我知道一個Value 又知道它的轉變是多少% 我去問另一個Value是怎樣 這個呢 比較簡單的一種 就是我知道原本 問你將來 舉例 例如Eric 今年 就80kg 我問將來 即是下年 我會覺得它多了10% 這次 重了 肥仔再肥 那怎樣呢 我們可以知道它的Value 就等於80% 那這些永遠都是 成為一個% 這個% 永遠都是一加或一減 記住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如果它是多了 例如叫做increase by 10% 那就一定是一加 無用之餘 那就會是88kg 那如果下一次 反過來 那我說 我知道未來 我知道將來 就是多了10% 之後 就變成88kg 那問回你原本 多少呢 那這一類的題目 很多人錯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多了變成88kg 那很多人就會以為 是否減回10%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錯誤的觀念來的 那你聽我說 兩個要想的問題 只要你想得很清楚 你一定不會錯的 第一個問題 我整個問題 其實我講的 increase by 10% 你認住這個字可以了 只要你看到多了 你不用想 一定看到這個 一定看到 OK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 知道原本 還是知道未來呢 如果我知道未來 不知道原本的 就用除 OK 問回原本的 就用除 所以整個概念 有兩個問題 一個叫 加還是減 見increase 就加 見decrease 就減 第二個問題 見原本不知道 就用除 那整件事 我想你就不會錯了 88 除回1.1 等於80kg 如果知道概念 我們再去下一個要講的 Session 第三部分 就是在講平時怎樣用到 % 很多時候是關於買東西賣東西賣東西 賺錢 或者是虧錢 或者是有多少折扣 這個問題 這個Session 要認一些字 明明一些字 就很容易計 第一個字叫做成本 cost 永遠我們製造一些東西 可能你學生少些機會 但如果你出來 例如工廠 你生產一隻手錶 你有些成本 你原價買回來 那些材料多少錢 也叫成本 而兒子打開手錶 再研出一下 《Selling price》 我真真正正負貫賣出去 給 stranded 可以買了這cape 我收回來 直接收到的錢 就是名為是《Selling price》 可以稱為售價 其實很簡單 其實每個手錶 mercado 我賣給你600元 就賺了 如果我賣了500元 買了400元 我就虧了 很簡單 你只要認識這兩個字 一個是Profit 一個是Loss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假設500元 600元 賺了100元 我們就叫Profit 等於100元 記住Profit Loss 兩個字 實際上是多少錢 如果我不是問多少錢 先用這個例子 例如問Profit Percentage 即是說Profit的100元 佔原本的多少錢 如果知道500元 知道600元 就是600元-500元 除了原本 有點像Percentage Change的概念 所以一點難度都沒有 賺了20% 同樣道理 如果我賺了400元 我賺了100元 除了原本也是20% 這個就不說了 如果我知道一個Course 知道Profit或Loss的Percentage 知不知道Send Price 售價 例如假設Course是500元 我知道Loss Percentage 是20% 我問你Selling Price 是多少 跟剛才一樣的計算 應該吃吧 看到Loss 即是虧錢 成分1-20% 即是400元 這些概念 我也相信大家覺得不難 那有什麼會真的覺得難呢 就是你要弄清楚Selling Price 是實收的價錢 如果我多加了一件東西 叫做Discount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會亂了 但千萬不要亂了 記住 實際上整幅畫面的主線 就是成本和售價的關係 中間的Profit和Loss 是說Course和Send Price之間的橋 我多加了一些東西 從哪裡來的呢 加多了Discount 是從這裡來的 有些時候沒有減價就直接Send Price 如果有減價怎麼辦呢 有時候會這樣問 一個叫Marked Price 這個跟售價有關係 這個叫原價 如果沒有減價原價就是售價 但有時候有減價 舉例 例如20%的Discount 這樣 你要找到這幾個之間的關係 就是這樣 實際上Marked Price 減了多少折扣 就是真正實收的價錢 而它的賺洩 就是直接是成本和售價之間的關係 它跟Marked Price 直接是沒有一個賺洩的關係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或者我立即想想一個例子 跟大家說一下 假設我的成本呢 就是 100元 也很難 立即想想題目 我現在就說 原價 Marked Price 就是200元 如果我不減價 我會賺多少 就賺100% 剛剛一倍 但現在減價了 Discount 就是30%off 記得跟中文有點不同 30%off就是7折 即是1-30% 即是1-140元 而第二個問題 就是問你 這塊和這塊的關係 這塊和這塊之間的關係 1-140-100 再減價100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 這一類的 這個Session 有時候可能會調轉 去問問你 你就知道成除 剛剛我說的所有都是成 如果我稍微改一改變 我就說 舉例 我現在調轉 我知道這些 成本就是40% OK 然後我不知道Marked Price 是多少 那調轉 你就會知道 原來就是1-140 去除 1-30% 就出Marked Price 就是200 所以只要你知道 哪裏出發 去做成 如果反過來問你 就隨便 我稍微詳細一次 如果有Course 永遠是出發點 如果我知道這一邊 問你的Selling Price 就成1-1% 或者1-1% 就是Profit Percentage 或者Loss Percentage 而另一個方向就是 我知道Marked Price 是出發點 如果我知道這一邊 知道Discount Percentage 我就用成 去找Selling Price 所以稍微反過來 假設我知道Selling Price 我問你Course 我便去除 如果我知道Selling Price 問你甚麼 Price 我便去除 這些大家 應該很容易解釋到 或者我終結之前 真的 隨便用一個例子來說 我實際上 假設我的Case 就是Selling Price 是$200 這個我知道 即是實收了$200 假設我知道Loss Percentage 是20% 我現在問 還有Discount Percentage Discount Percentage 是50% 好嗎 我現在問你 成本是多少 以及Marked Price 是多少 即原價是多少 這就是剛才 如果你明白的概念 這個就是出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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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就用除 所以第一部分 叫Course 看到Loss 不用想 一定是1-20% 一定是減 看到Loss 不要亂加些東西 OK 然後 因為我知道這邊 回到原本的出發地 所以就用除 $200 就是Send Price 答案 就是$200 除0.8 等於$250 OK B Part 就是問Marked Price 同樣道理 出發地的Marked Price 出發地的Marked Price 現在去找出發地 我們就用除 Discount 永遠便宜了 一定是一減的 OK 那就會是$400 OK 搞清楚大家之間的關係 原本知道就成了 找回原本就用除 看到一些字眼 例如Increase 看到一加 Decrease Discount Loss Profit 一加 我們知道這些關係 基本上都不會錯 如果還有一些複雜問題 你就再來找我 OK Concept 就是這樣